久居日本的人,常会被问,你究竟喜欢日本的什么?这是个很大的话题。一时间想不起来用什么回应的人往往会回答,我喜欢日本人的一丝不苟。以及对待问题时候的严谨。于是反问就来了,那仅仅是严谨的话,德国应该更不错啊。同时以严谨著称的德日两国,究竟有什么差别呢?仔细研究的话,你会发现他们的严谨从根上就不同。 对严谨一词的定义首先,我们要明确,这是一个概念。什么事都是相对的,严谨也不例外。就算是德国和日本也有马大哈,我们只是讨论。严谨比率最高的两国之间有何不同?首先给出答案。 德国人的严谨偏向准确,精密。程序化,日本人的严谨偏向细腻。周全,极致化。德国人的严谨是理科生的严谨,德国人的严谨是很可怕的。 仅仅从莫贝尔奖来说,二战以前,人口不到一个亿的德国人就包揽了莫贝尔奖的一半,基本上可以吊打全球了。守望先锋中精准的德国工艺,恐怕是对德国人严谨性格的最完美的诠释。 二战后,德国许多国家企业和军工级的工厂转向民用。由于军用工厂的制作工艺要高于一般的民用工厂。所以德国工艺本身代表着高质量工业。有个传言说,德国的一个锅都能用几代人,这是真是。对德国人来说,任何一样厨具。如果不是业意使用,一辈子只需要买一次。极高的质量,强大到售后都没有办法生存。 像实验室一样的普通德国家庭厨房给人的感觉是井井有条。但有时会井井有条到让人怀疑是不是机器人在这间屋子生活。德国人的家庭给人的感觉就是太整洁了,整洁到总让人感觉到没有人气。虽然不会磕磕到地板上一粒灰尘都没有或者是能照人,但是。这样的生活环境也总让人觉得很有压力。 对德国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,几乎所有大型超市内摆放的水果和蔬菜。肉眼是很难分辨出尺寸大小的。甚至很多超市敢直接打出广告,误差不会超过5%,这份自信来自于德国农民。 德雷斯顿圣母教堂因为战争被摧毁,战后的德国人寻找教堂的残骸。把所有散落的食材一丝不苟地收集起来,再全部用到重建中的大教堂主体里。真正做到了在废墟上重建。 德国为了降低交通事故,在限速这件事上下足了功夫,市区限速20。村道限速30,估计拼不过国内的电动车车速。跟这些相反的是,德国高速反而不限速。都说日本垃圾处理做得很好,那是因为没见过德国的。每个德国人入学的第一课就是环保。 日本垃圾处理的强项在于分类,目的是节省分类成本,最高效的循环垃圾。但是德国的垃圾处理从根源做起,减少垃圾或者将包装做成可高效回收的才是关键。德国人是一个离开标准寸不难行的民族。这种标准化性格也必然被带入其制造业。从A4至尺寸到楼梯的阶梯间距,我们今天时常接触的标准很多都来自德国。 全球三分之二的国际机械制造标准来自德国标准化学会标准DIN。可以说,德国是世界工业标准化的发源地。DIN标准涵盖了机械、化工、汽车、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门类超过3万项。是德国制造的基础。 对于标准的依资、追求和坚守,必然导致对于精确的追求。而对于精确的追求,必然反过来提高标准的精度。 作家刘振云亲自经历了德国式的精确、卡拉扬的手。曾经以德式精确,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重新演奏德国古典乐曲。 他要求每个音符必须精确无误,容不得半点含糊。 所以德国的严谨,是在于程序的严谨,也可以说是刻板,不知变通。如果要给出相当量化的结果。但凡有一点不清楚或者没有研究透彻的地方都不会给出自己的意见。 一就是一。二就是二,一旦定下了准则。大家都会遵守,即会暧昧和模棱两可。日本人的严谨是文科生的严谨。 日本人的严谨和德国人的主要区别在于极致化。未语筹谋和事无巨细。先说说极致化,如果好了还想更好。 在原有基础上的不断精进,就是日本人极致化的开端。在日本,工匠被称作职人。 大和民族用职人来形容一生一目不斜式的专注精神从事其职。不断钻研以求记忆精进的人群。 日本人又自造两个词来描述这类人的精神特质,一生玄命和一精。即将终生细在所事职业上,绝不建议丝迁。 寿司之神的小野二郎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,对寿司的执着不光在于最好的食材。 还在于温度、口感、工序和水质等等。他为了使章鱼口感柔软,至少需要给他们按摩40分钟以上才能上桌。 而且客人入口时寿司的温度必须要是人体体温温度等等。 吃过的人很多都会感叹,这是值得一生等待的寿司。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,日本人在职人精神这一条上逐渐走向了极致乃至极端。 是不计成本和消耗的吉尼斯较量,但并没有带来社会本质的变化。 只是改善至最大化。 而未雨绸缪也是日本式严谨的最大特点,日本人的脑洞之所以巨大。 是因为要想到所有的可能性,去不断完善自己的产品。 例如,日本马桶盖的音机功能就是避免隔壁听到不雅的声音而造成的尴尬。 而极致化和未雨绸缪直接导致了事无巨细,说得好听叫事无巨细。 说不好听叫没有重点。 由于不像德国人一样量化指标,将大部分的时间用在重点部分上。 日本人会将所有代办事项都视为重点,一视同仁。 这样很容易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未雨绸缪的小概率事件上。 树岩工业1998年生产出世界第一的十万分之一克的齿轮。 为了完成这种齿轮的量产,它们消耗了整整六年时间。 2002年树岩工业又批量生产出重量为百万分之一克的超小齿轮。 这种世界上最小最轻的,有五个小齿。 直径0.147毫米,宽0.08毫米的齿轮被昵称为粉末齿轮。 这种粉末齿轮到目前为止,在任何行业都完全没有实用的机会。 真正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 但树岩工业为什么要投入2亿日元去开发这种没有实际用途的产品呢? 树岩工业其实就体现了日本人追求完美的极致精神。 既然研究一个领域,就要做到极致,精益求精,精雕细拙。 严谨程度是相对的,精神追求是绝对的。 所以,严谨有好也有坏,变通也一样。 在日常生活中,多一些德国和日本人的严谨是件好事。 但是在出问题时,劣势同样十分明显。 我的课题组老板是德国人,组里有半数德国人,我自己也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。 我见过的德国人没有那么夸张的准时和严谨。 我们开会也经常有德国人迟到和缺席。 德国的铁路虽然绝大部分准时,但也常常出现临时更改时间甚至站台的。 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误视,而公交车就更没那么靠谱了。 到了夜里,路上还会碰到酒鬼朝你借烟借火。 电车上还有小青年一边喝酒一边大声喊球。 有一次我在的那个锁里的服务器挂了。 但是锁里的网络管理人员居然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 更不知道怎么修,什么时候能修好,结果整个锁就这么瘫痪了两三个礼拜。 以我个人见闻来讲,那个德国人的例子未免有点极端,孤立不正。 我猜那个德国人应该是个经常出差的商务人士。 不夸张地说,我在上海见过的商旅人也都是那个架势,成熟稳重的外表。 精准详细的日程表,时刻表,整洁有序的行李箱。 所以,我认为,所谓的德国人或日本人的严谨其实是有一定误区的。 我们在中国接触到的德国人,日本人很可能是他们两个国家中的精英。 他们所展现出的素质和气场都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。 而我们国家自己的社会精英其实也都是很严谨,很靠谱的。 当然,就平均水平而言,德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还是很严谨的。 当然,他们的严谨也不全都是好事。 再出问题时,德国人的精准和程序化就变成了刻板,死心眼。 而日本人的信义和极致也就成了变态,钻牛角尖。 反正都会被我们认为效率低下,耽误是,但是。 正是他们宁可冒着耽误是,低效率的风险也要追求完美,不为原则的这股劲。 才塑造了他们严谨,靠谱的民族形象。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严谨有什么差别不重要,重要的是。 我们怎么才能拥有那种严谨靠谱,不为原则的精神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